尽管是平日中午 新庄这家火锅店已经做到九成满 外头还有客人后喂 大家喂的就是超澎湃海鲜 龙虾 明虾 红虾 草虾 白虾 五种虾 一共十四只 这样的双人套餐还不够看 店家推出隐藏版菜单 七只青龙虾霸气上桌 创意取名七仙女 龙虾超棒的 因为每一种都太好吃了 我实在是一次吃不了太多 所以我每次来会吃不同的东西 几乎一个礼拜大概会来两次 光是龙虾一周能卖出一百只 另外连基本肉片也不马虎 选用最顶级的澳洲和牛 并撒上玫瑰盐 所有食材成本高达六成 扣除人事跟房租 一个月尽力只有一成 十五到二十万 但老板却心满意足 因为高棚满座的背后 可是用时间跟口碑换来的 我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食材准备好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可是没有客人 一天又站了十几个小时 你就会想说 我到底在做什么 现年三十五岁的张哲伟 过去是补习班英文老师 甚至拥有美国MBA 管理硕士学历 原本对教育充满热忱 还自编教材 但补教业也有业绩压力 被要求拉更多学生来上课 却无法兼顾教学品质 教了四年 心灰意冷 他决定放下白板笔 拿起汤勺 转而追逐 埋藏已久的料理梦 从家人到朋友 连女朋友大家都不听我 当老师就是学生会尊敬你 变成服务业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弯腰 自己擦桌子 确实是有一点点 身份上的不习惯 从编教材变成编菜单 进厨房切菜熬汤底 张哲伟一切土法练钢 从失败中学经验 市营运的那一段期间 就是每天都在倒堂重组 当初咬牙向银行借贷 三百万创业采取博利多销 花了一年半 火锅店终于损益两平 现在他的薪水是以前的三倍 但创业维艰 张哲伟依旧战战兢兢 要用高CP值征服偷客的胃 东森财经新闻 蔡药达 白建华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下子君 咱们调整好